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吧 明天我一定送去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拜拜 你自己试试看 我先上个厕所 走了 只是上个厕所 怎么样 我给你找的补习老师还可以吧 哥 你这样做人很不好 怎样 你喜欢的人到底是俊灵姐姐 还是玉安姐姐 问那么多干嘛 做你的功课了 如果你喜欢的是俊灵姐姐 为什么不叫她来教我 她最近比较忙 要打扰她 是不是俊灵姐姐拒绝了你 拜托啦 你看你哥这张脸 有人会拒绝吗 别装啦 你一定是被她嫌弃啦 是 说我这么直接 你不要那么伤心啦 你还有俊灵姐姐啊 她人好漂亮 人又好 我也很喜欢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会支持你的 你现在是在帮我选女朋友啊 其实我觉得 俊灵姐姐应该也喜欢你 你一打给她 她就来了 手 哥 你没听过吗 有只猴子他手里本来握着香蕉 可是当他看到西瓜 就把手里的香蕉丢了 然后那个猴子就想跟兔子玩 然后就把西瓜也丢了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 熟 熟 你就不要学那只猴子 最后什么都没有 后悔莫鸡 你现在越来越坏蛋了 然后开始讲哥哥是猴子啊 你过来 你们在吵什么呀 没有 走 走 红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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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两个一起回来啊 你们约好一起去吃饭啊 你们约好一起去吃饭啊 是啊 不是 我们先上楼来啊 到底是还是不是 我帮小帅 小心小心小心闪到药 哎呦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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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 怎么 你觉得这么美的会看上我吗 也是 不是 这种花瓶 通常头脑都有点傻傻的 话不可以这样说 有一些女孩子真的是又漂亮又聪明 这样说 我的老板 口味像中 你欣赏艾希姐 我另外一个老板 谁 我跟你说 人家漂亮又聪明 而且年纪轻轻管理一间科技公司 你是这样郁安的BFF 怎么欣赏她 为什么不要追 我懂了 害怕失败对吗 拜托 我 郁安 叫她帮你 嗨 回来了 走 谁惹你 你最好不要惹我 我随时都会爆发的 我哪有 有些狗就是喜欢对人乱咬尾巴 没志气 走开 你还看不出来啊 看什么 你刚把她的BFF 夸到天上有地下屋 但是你没有夸她吗 她当然不爽了 我夸她什么 难怪你还是单身狗 她一定是吃醋 想白一点 觉得她对你有意思 我小时候心情不好也是玩这个 玩了一下心情就变好 你看 你为什么拿我的手当枕头啊 最好不要说出去啊 她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她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我刚才还在跟小轩说我想吃这个 你听到了 没有啊 我刚才经过 顺便买 一二六肉搓面 刚排队排到大排一三零耶 你看最少她帮她少吃了 我帮肉搓面啊 我看 一二六的 你买给我们的 谢谢啊 我现在拿了肚子饿扁了 我还帮你加辣椒啊老板娘 爸 来来来来 谢谢你啊 那你呢 我吃过的 你吃 好吃啊 去上班啊 嗯 路上小心 拜拜 走 走 走 早安 鱼鱼 怎么在跟着我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你很像糖老一样 拜拜 我等下要去收衣服 要不要顺便帮你买肉脆面 不用了 我想吃什么自己会去买 新姐 你做什么 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了 你还要洗啊 不可能啦 顾客早上才拿来的 不信你闻 确定还有汉藏味 不用闻 确定洗过了 我是请你来做工 还是吃肉脆面的 整天只会吃吃吃 我都还没吃 那你为什么整天去厕所 去到那么久 你摆明就是偷懒 我每次小编就出来了 一定是我对你太好了 所以你才会变成这样 工作一点也不认真 新姐 我每次工作都很认真 请你不要乱说 什么乱说话 我讲你两句也不可以吗 我是你老板娘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忍 但是你乌乱我 没有办法忍的吗 不可以忍 你赶快走 你走 你不要走 我没有走 是不是 你为什么我赶快走 可是你给我忍 他要说 老妈 你干嘛为了点小事 要炒掉他 我想炒谁就炒谁 不用你管 不要无力取闹了好不好 我是在帮你 你整天说人手不够 他走了 你忙得过来吗 算了 算了 那如果以后你在做错的事情 我一定逃掉你 老妈可能是更年期 脾气有点怪怪的 谢谢你啊 帮我说话 我只是就事论事 كن我真是 khud 正在不间传 每四全包 酱味 这个就是我的老板 杨比英小姐 这位是张兆 张兆你好 杨比英小姐你好 我听伟东说 你要推荐一个网红 上我的节目 对啊 我觉得他很适合 是不是 你 对 맙 宝贝安 你可以看一下她的社交网络 她现在的粉丝人数已经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 她最近红到发字 可是这种网络骗子谁敢用 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 等一下 你再给我五分钟 如果我还说服不了你 你再拒绝我也不迟 张道 我怎么可能随便推荐人给你 你再停一下 好吗 来 坐 来 坐 来 我明白你的顾虑 宝贝安的确是犯了很大的错 不过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这几个星期 她一直很努力地在找工作机会 就是为了要赚钱 还债 证明自己打算改过这些 改了又怎么样 据我所知她现在脱粉比铁粉还多呢 张道 这是她的粉丝专业留言 你可以看一下 她的粉丝已经开始回流了 大家都在等着看她是否能成功扭转局势 这已经是个talking point 你看 很多人留言鼓励她加油 不要放弃 宝贝安的新闻虽然负面 却恰恰是她最大的优势 现在她走到哪里都是话题 八卦网民都在等着她出现 攻击她 如果她上了你的节目 肯定会帮你的节目带来流量 对啊 张道 你看 你的节目叫《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是要鼓励大家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为她两身并做 你的节目的主题是给别人从来的机会 如果用了宝贝安 不只带动画题 估计还会提高节目正面形象 这是个赢赢的事 好 我就试试去问她 谢谢张道 不是这样的人 自从宝贝安的家里装了电线 换了电话号码 大龙就再也没有去骚扰她了 粉丝对她的评论 评论越来越正面 负面的声音越来越少了 大家有看昨天的实况直播吗 有啊 点击率超高 然后每个人都说想看PART2 很好 看来我的安排是对的 大家再接再厉 我相信她的粉丝会大幅度回流打 老板 张道说昨天被宝贝安中途跑掉 今天又不接电话 怎么会这样 王远 你打电话给宝贝安 我还以为昨天张道是称高流量 故意暂停节目 掉观众的胃口 没想到是宝贝安中途跑掉 她没有接电话 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张道 她怎么不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不行 我们一定要再回去继续拍摄 终于承认了 承认什么 是你叫导演故意恶准PART2 让她在节目里被羞辱 我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明知道PART2的自尊心很强 却叫导演在拍摄现场让她出丑 你这么做根本就是公报私仇 不是你想的那样 郑哥导演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林林喜欢的人是无火药 她就是妒忌宝贝安跟无火药救情夫人 才会这么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她 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她很不公平吗 李伟东 你还没清醒吗 不要再傻傻帮她说话了 为了得到无火药 她已经失去理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再继续帮她 小心连你也受到伤害 我不在乎 我只知道她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你因为喜欢她 就盲目地相信她 真的对你很失望 过来 过来 老板娘 你找我 伟东 你 你 什么事 艾西姐 你去送衣服 为什么送到那么久才回来 我去二十分钟而已 各两条街 为什么需要去到二十分钟 我平时半个钟头 你刚刚叫我什么 艾西姐 你是故意的是吗 我都可以做你妈了 你还叫我艾西什么姐 我之前问过你的妈 你怎么得罪她 最近有这样的老师针对你 你做什么 我没有懂 为什么这样 这些颜色的衣服还有黑色的衣服 怎么可以跟白色的衣服 缠在一起洗 发现没有洗 你不知道 也会脱色的吗 干的衣服会脱色的吗 会 你要害我是吗 你要害我赔钱 我扣你薪水 艾西姐 你如果看我不爽 要赶我走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斗一圈这样来赶我走的 你自己说要走的 你说的 我没有逼你 不是我 她说的 艾西姐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女中豪杰 是个好老板 很欣赏你 原来你只是个小气的女人 说我小气 韦东 你敢教训我 老板娘 我们人手不够了 你还把韦东赶走 这样下去 你是不是也要走